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章的下一个知识点 关于家庭现金流量表的编制与分析 那么这一部分呢也同样啊 我们一方面来介绍一下如何来进行家庭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另外呢这方面的相关案例要给大家介绍 同时呢我们将介绍这个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分析的这个内容和勾集方法 那么首先啊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现金流呢它按照不同的用途可以进行分类 那么在家庭的这个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中 我们可以把现金流分成四个大类 第一大类呢是生活现金流量 第二大类是投资现金流量 第三大类是借贷现金流量 第四大类呢是保障现金流量啊这四大类 那么接着呢我们可以根据两期的资产负债表和当期的啊 这个收支储蓄表来整理出呢当期的现金流量表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家庭现金流量表的这样的一个格式 我们可以看到啊生活现金流量表啊 生活现金流量的净额应该等于这个工作的收入减去呢生活的支出 那么投资现金流量的净额呢 等于啊投资收益加资本利得啊 那么加上这个啊投资的赎回和新增的投资 那么借贷现金流量呢 它的净额应该等于借入的本金啊 减去相关的利息支出和这个还款的本金 保障现金流量呢等于保费支出啊 和相关的保障现金流量的这个这个净额 那么最后呢我们把上面这个染绿的这个四个部分的 现金流量呢把它的净额相加 得到的就是本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一个净增加额 那么我们啊可以先提供出前面两期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啊 前面两期资产负债表的情况 这个表大家看着并不陌生 因为前面我们的例子中已经出现了 那么接下来呢收支储蓄表的内容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前面出现过的内容 那么注意一点呢我们在这特别提出 当期实际发生的投资赎回啊 投资赎回是两万块钱 所以这部分呢我们要并到现金流量表中去 接下来啊有了上面的这些资料 我们现在可以来编制当期的现金流量表 那么现金流量表中呢 与收入和支出的相关的项目有什么呢 工作收入啊 生活支出 投资收益 资本利得 利息支出 保费支出 这些呢可以从本期的收支储蓄表中直接得到啊 直接写过写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和资产负债表有关的项目呢 我们需要根据两期资产负债表啊 它的对比以及实际发生的新增投资和赎回项目啊 加加减减 从而获得相关的数据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啊 对于借贷的资金流量来说啊 金融借款的投资期出为零 期末为三万元 所以本期呢相当于借入本金三万元 住房按揭贷款的期出呢是三十万 期末是二十九万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本期还款本金呢是一万元 那么这些数据呢 我们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啊得到的 两期资产负债表杂差得到的 那么投资性房地产的按揭贷款 期出是二十万元 期末十九万元 说明本期还款本金还了一万块钱 那么同时呢 这个加上前面的啊 我们自用住房的按揭贷款 那么本期的还款本金一共是两万块钱 对于投资现金流量啊 资料中给出本期实际发生的投资输回两万块钱 所以呢 我们可以按照实际发生的新增投资的需要啊 进一步进行计算 那么计算的公式啊 我们是按照期出的投资余额 加上新增投资减去投资赎回 等于期末投资余额这样的一个 啊 这样的一个公式啊 来够来把它得到 那么我们把前面的数据带进去之后啊 我们算到的啊 最终的我们的这个期末投资余额呢 是七万两千元 那我们把这七万两千元呢 写入到现金流量表的啊 相关的位置上去 那么新增的投资的额度是七万两千元 这个数据呢 是根据我们前面的公式啊 算得到的 计算得到的 那么这个工作收入和生活支出这个项目呢 我们可以通过前面的 本期的收支储蓄表啊 直接得到 所以我们直接就添列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层次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工作收入减去生活支出 应该等于工作储蓄啊 理财收入减去理财支出呢 应该等于理财储蓄 那么资产负债表调整的现金流入 减去资产负债表调整之后的现金流出 应该等于资产负债调整的现金的净流量 那么这部分呢 啊 这部分呢 应该是前边加总之后得到的啊 那么我们从纵向可以看啊 期末的现金应该等于期出的现金 加上现金流入减去现金流出啊 减去现金流出 我们把这个公式如果进一步打开的话 那么期末的现金应该等于期出的现金 加上工作储蓄 加上啊 这个理财储蓄 再加上资产负债表调整的现金的净流量 那么结合资产负债表和收支储蓄表 我们可以整理出现金流量表 那么可以分成啊 这四类现金流量啊 现金流量来进行分析 那么生活现金流量等于什么呢 工作收入减去生活支出啊 那么投资现金流量等于投资收益 加上资本利得 加上投资赎回 再减去相应的新增投资 借贷现金流量等于 借入本金减去利息支出 再减去还款的本金 保费支出就直接就作为保障性的现金流量 所以呢 我们期出的现金 加上上面的这四类现金的支出啊 它的这个净流量 应该等于期末的现金 有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 那么按照这样的平衡关系呢 我们知道工作收入和生活支出 可以直接在收支储蓄表中找到 那么投资现金流量涉及到的 这个投资收益 资本利得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我们的收支储蓄表中得到 那么投资赎回 那么通过实际的 我们的这个家庭发生这个业务 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来添列 新增投资呢 我们用前面的公式啊 可以倒算得到 那么这个借贷的现金的流量 那么借入本金和还款本金的数额 我们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得到 利息支出呢 可以通过收支储蓄表得到 好 那么针对前面我们 填好的这个家庭 现金流量表呢 我们可以进行结构性分析 比如说 我们计算出当期的现金流量 减少了1000元 那么这个1000元呢 并不等于储蓄 所以储蓄呢 是当时我们已经算完了 是41000元 另外呢 现金流量的增加额等于什么呢 等于储蓄加上资产负债的调整额 所以呢 我们资产负债的调整额 应该是负的42000元 就是它的储蓄 储蓄再加上这个资产负债的调整额的1000元 所以一共是负的42000元 因此呢 按照期出 现金加上本期现金流入减去本期现金流出 等于期末现金这个公式呢 我们可以求出呢 期末的现金是多少呢 是29000元 这里边期出的现金呢 是3万元 这是工作收支的情况 那么下面是投资支出 资本利得 保费和利息支出的情况 那么这是投资赎回的情况 新增投资啊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负的72000元 然后还贷本金啊 这些情况我们算完之后呢 我们算到现金的增减额啊 把这两部分加起来 那么再考虑到期出现金的这个余额 我们算出来的期末现金呢 是29000元啊 29000元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现金流量表的勾集的方法 那么我们知道呢 资产负债表啊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三者都存在勾集关系 那么在家庭的 现金流量表的勾集方面 这个我们头一个要考虑的是 现金流量表啊 它的期出啊 现金余额和本期的现金收入 以及现金支出之间的关系 最后呢 我们是要生成期末的现金的余额 那么这两部分 期出和期末的现金余额的闸差 正常呢 是应该等于啊 等于我们的这个 资产负债表中的这个现金部分的一个增加额 那么在家庭的一个这个现金流量表中啊 我们的储蓄额等于现金余额的增减额减去资产负债 调整现金的一个净流量 所以呢 当啊 收入减支出得到的这个储蓄额 和由资产负债表中算出来的储蓄额不相等的时候 第一个呢 如果这个不相等的差额很大 我们也首先要检查 是否在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过程中 有一个漏计或者是少计或算错的情况 那么如果差额较小 比如说在100元之内 我们就放不着再去找他们之间的这个差额到底差在哪 那直接列入到某一项的其他收入或其他支出中 就可以来进行解决 那么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影响现金收支的项目不仅仅有收入和费用 还包括我们资产负债调整 导致的现金的流入流出的情况 因此呢 当会计当期的现金净增加额 不见得等于收支储蓄表的当期的储蓄额 所以很多人呢 是把这个活期储蓄的这个存款的存折内的钱 直接加 直接就算为当期的储蓄额呢 这个是错误的 那么你当期的储蓄额呢 实际上还包括资产负债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余额 这部分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 谢谢大家